三十一頭彩獎入台中 消息一公布 網路瘋傳一名亞大學生的 中獎文 PO文寫不好意思 現在看幾個人分了 我可能要休學了 還形容自己到現在手還在抖 另外附上彩犬照片上面的號碼 也和威力才中獎號碼一模一樣 此文藝PO 馬上引起熱烈討論 不好的示範啊 怎麼做 這樣一定會 他對他自己本身也不好 然後對我們學校的效益也不好 消防證實原來是個大烏龍 這張中獎彩犬根本就是假的 但這玩笑開得也太大了 也引來軒然大波 PO文學生隨後又在臉書發出道歉文 直說我知道錯了 我當下真的不知道 是誤封人中的 你如果中了三十億的話 你還會繼續讀書嗎 應該不會吧 三十億喔 我會想要做公益 雖然是假彩犬 但當時還是騙過好多人 其實彩犬中獎是真是假 從三個地方就可以看出破綻 彩犬下方有投注記號碼 投注商編號 另外在核對購買時間 一比對就知道是真是假 其實造假中獎彩犬不只雅大學生 另一張假彩犬購買時間 早就已經超過投注時間 也是一場惡作劇 我中獎了 我今天都不來考試了 我說我中獎了 老師有沒有說真的假的 老師也說生氣 老師也說生氣 昨天買沒中 時尚最高的三十億威力彩 很多人想如果自個中獎有多好 做張假彩犬哭鬆一下 但玩笑開得太過活 引發議論 記者李孟章台中採訪報導